我們做仲介要認識一堆的仲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人賣就是錢賣這句話你聽很久了 如果我現在發電哥接到一個專任委託 新竹高鐵特定區朝南建地超級漂亮 綁在我手上我是專任委託 屋主地主信任我讓我協助他們來銷售 所有的其他仲介他去找屋主地主的時候 他就說你就找發電哥他手機號碼給你 電話號碼給你你去找發電哥跟他配案 那這個時候我的工作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就把我這個物件發給100個竹北的仲介 看誰先賣掉 然後呢我跟他說我這個物件多少錢 條件怎麼樣好處在哪裡 然後這個物件發給他們 每個人至少有三五個買方 是不是我的接觸的面向100個仲介 翻出去就500個買方對不對 潛在買方嘛 你有什麼方法可以比發給100個同業 接觸的客戶觸及量更快對不對 那一般的屋主啦 我就說年輕人你認識越多仲介是越好 你知道這些人有在買賣竹北 或是新竹市的房地產 你就跟他說我這間房子要賣 一次散給30個仲介 像我昨天我就遇到了我的屋主 我的屋主跟我說 那怎麼辦我想要找30個仲介來幫我賣房子 他說這樣比較快 但我也認同他啦 因為他那個物件也不錯嘛 高峰路的透天 我就跟他說那不然你就請發電哥 作為你的窗口 授權給我 我來幫你找20個仲介 30個仲介 幫忙賣 這叫做一般委託 可不可以這樣子 可以啊 所以發電哥這邊有一個物件是 高峰路 目前新竹市東區 最便宜的透天 1038萬 高峰路啊 進園區就5分鐘的時間 那要寫委託呢 我發電哥這邊來協助屋主 把這一般委託簽給其他的同業 同業是不是也很開心 來跟我們配合 要時到我們這邊店來借 那我協助屋主 那我可以賺到什麼 賺到信任嘛 說不定屋主還包個紅包給我嘛 對不對 都有可能嘛 或是屋主另外一個房子也給我賣啊 他的土地也給我賣啊 他要買哪裡 以後再跟發電哥再買一間房子跟土地 所以人脈變現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仲介 你每天就去認識三個仲介 你在這邊工作三個月 你就認識90個仲介 這90個仲介 就是你接到超級Apple物件的時候 他會幫忙你賣 你是開發 他們是銷售 業績公司對半拆 是不是很棒 人脈換現金啊 你說你認識你媽媽30年了 你媽媽的房子要賣 你就是他的專任委託的 的仲介嘛 對不對 然後你再找20個30個仲介 幫你一起促銷 推廣給他們的客人 你經營了30年的人脈關係耶 有時候就是你的國中同學給你賣 然後你的高中同學跟你賣 然後下個月呢 你的大學老師跟你說 我要買一間高鐵區的一個兩房三房 然後你再問你90個仲介朋友 有沒有物件我要推薦給我的老師買 我們做仲介就是每天在交換資訊 交換資訊天線 你去那社區你還不曉得有什麼物件在賣啊 可是我們是不是有一套很棒的App 和網路一個App可以看 馬上可以知道六家高鐵一期二期有幾間兩房三房在賣 清河有幾間四房在賣 價格落在哪裡 我有一個客戶來到這邊來到店裡面問說 我想看附近的房子的時候 我先推薦你兩間六家高鐵二期的 屋齡大概20多年30年 再帶你去看一個大概10年左右的屋齡 讓你有個比較 一樣2000萬可以買到什麼樣的產品 或是你的預算如果只有1500以下 好那我們就去看六家高鐵二期 或是六家高鐵一期 如果預算三房有到2000多萬 好那我們去看清河 或是去帶看國賓大約 或是遠東百貨商圈周邊的產品 所以仲介每天的工作是什麼 認識人 就是牽線 交換資訊 你每天能夠講出夠多的話 你就可以賺到足夠多的錢 好像我跟前晚在聊天 我說做農夫很勤勞 你可以封衣足食 過個好年 但如果你連做仲介 你都可以很勤勞 像農夫這樣 每天早中晚三餐去做廣告 早中晚吃飯前再上個591 或是早中晚去上臉書的社團 這個業績不好就很奇怪 以前竹北的仲介要寫看板 你知道嗎 麥克比拿來寫看板 就剛剛的陳先生 他說他每天就十幾二十張看板 到他的要銷售的物件周邊去張貼 然後竹北有個劉媽媽 她更厲害 她已經快要七十歲了 她就騎著摩托車 早上把二十張看板寫完之後呢 就出去貼看板 然後下午呢 在公司喝咖啡等電話 客戶電話一來馬上出去帶看 她就維持這樣子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工作模式 他的收入去年幾乎就日入一萬 一年可以賺三四百萬 跟農夫一樣勤勞 可是他賺的是農夫的十倍 厲害了 所以這樣講 專任委託綁著緊 新台幣就等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